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裂对控制 这种选择无疑是最正确的 蓝银操的接触 恰恰有误为引发暴裂的开关 可惜 小三的5级偏偏有泄力的效果 玄御手 即便尽早做出发力 主动释放 但小三早已立法暴裂的攻击范围 并且主动释放暴裂 必然更加消耗压缩的魂力 短时间内再难发动 一旦进入小三的控制节奏 对方将再没有办法 难以置信 刚刚还在被压制 但唐三选手瞬间完成了逆转 现在反而是火无双选手处处置 又成功了 如果是唐三是火无双选手使用魂力 还处在魂力恢复阶段 那这次要发生了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史莱科学院找到了对付赤火学院的办法 要忍住 现在根本喷不到它 必须找到机会靠近它 再发动暴裂 就是现在 你输了 第一场 史莱科学院获胜 哥 你在面对我的时候缺乏了信心 一鸣魂师如果没有了信心 又怎么可能获胜呢 哥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唐三 叔叔 这 小小明记 竟然已经有了几分大驾风帆 第二场 有请赤火学院的火银选手 有请赤火 不管你用什么卑鄙的办法限制了队长 对我们命攻系都是没用的 比赛开始 解招吧 km 嗯 umn 第4魂计火客 91 火刻疗元 第六场 史莱克学院获胜 唐三选手一连击败了赤火薰 六名队人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三哥不会真的要一传七吧 赤火薰是不是变弱了 不是他们弱 是小三太强了 下面出场的是赤火薰副队长 四十四级控制系战魂踪火舞 如果他本场比赛实力 史莱克学院将完成一次一传七的壮举 他是否会成全史莱克学院 五元素学院实力相当 但这赤火学院要被一传七了呀 输可以 但这也输得太难看了 被一个蓝云草舞魂魂师 打穿整支战队的老牌强队 还是叫西火学院吧 怎么能打成这样 那个唐三也太不给咱们五元素学院面子了 给你们面子你们也得接得住啊 带老大 那你说小三到底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啊 赤火学院必定全力以赴 小三要当心了 虽然尽量节省魂力 只消耗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但精神力 却已经消耗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为什么整个赤火学院 都无法战胜他一个人 为什么我明知道他已经连战六场 但依然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因为他是控制系魂师 因为他的活缅 不 肯定不止这些 他的气质 变得宁静了 老师的教导 朋友的支持 这场比赛 已经不光是我和唐三的恩怨 更关系到学院的融入 如果我输了 赤火学院在五元素学院中 将再也抬不起头来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也绝对不能输 比赛开始 不是技能和防御 只要不高出自身等级十级范围的技能 攻击范围内的一切技能 暂时被驱逐 但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第三魂技 抗拒火环 他的魂技释放时间变快了 雷南的直径只有一百米 而抗拒火环 却能覆盖直径六十米的范围 如果再被火环驱逐 看来胜物子比赛后 他也加强熟练了 控制系魂师果然非同凡响 一瞬间 就让我逼到这步天地 用法非常巧妙 但抗拒火环的有效高度 却只有三米 三米以上 是他无法触及的范围 消耗大两魂力 他一定有别的魔力 荣环 荣环并不是一种技巧 而是一种极少数人才有的天赋 能瞬间将自己的全部火力 融入一个几个中 此时使用者的魂力输出 无疑能达到最大化 果然 在空中难以躲避攻击 这就是他的目的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 第三魂技 诸王束缚 而且 这种最大化输出的魂力 还会进行凝制压缩 产生爆裂的效果 实际达到的威力 将再翻数倍 但这还不是融环最可怕的地方 这个小姑娘 居然也会使用融环技能 你能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妹妹的融环一旦发动 除非进入目标 否则无法解除 必须想办法挣脱 赤火学院 这一下玩火自焚呢 没想到这个唐三居然这么卑鄙 这是比赛 就算你的控制弹只攻击我一个人 但以我们现在的距离 你也一定会受到波及 还不解除你的技能了 你中计了 不 托我 不要 这是要和对手同归于尽啊 我知道光凭融环有不了力 但我要让所有人看到 即便是你唐三 也不可能在赤火学院家全身而退 荣环技能极大地消耗了你的魂力 你低腾不住这一击的 你也一样 赤火学院 不会允许任何人损害她的尊严 引荐你的第一次失败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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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三不要命了 愚蠢 居然保护对手 赤火学院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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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比赛结束 唐三选手失去战斗能力 啊 啊 赤火学院获胜 啊 啊 快去帮小三 还没抓够吗 啊 啊 啊 你赢了 赢了 真的 赢了吗 啊 啊 这威力也太夸张了 这样啊 他这赢得似乎也很清楚啊 千万个真的是 请观众们保持安静 等待下一场比赛 医师会马上进入场地 为受伤学手进行治疗 妹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哥 傻丫头 别哭了 哥哥这不是没事吗 先把小三送回去吧 以火舞选手齐全 本场比赛 史莱科学院获胜 我哥真的没事吗 小姑娘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平常人承受这样的攻击 就算是不死 恐怕也会留下终身的残疾 但你哥的体质 远非常人能比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 最好在晋级赛这段时间里面 不要让他再参加比赛了 否则伤口崩裂就糟了 好 谢谢您 医生阿姨 好了 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我先走了 好了 其他人都去休息吧 明天还有比赛 这里留小五照顾小三就行了 小三其实做得很对 但是 您还说他做得对 他明明就有机会躲开的 小三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人 我相信 他用身体去挡攻击的时候 一定已经计算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与对方的攻击力 你们来看 给我出去 我们先来看看唐三 并且感谢他 不用你们假仁假义 唐三还死不了 戴木白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是来看唐三的 感谢他保护了我妹妹 可不是来看你的 你闪开 你们少在这儿猫哭耗子 真拿我们史莱克没人了吗 立刻离开这里 否则 别怪不客气 你 我来谢谢唐三救了我一命 我哥现在的情况 不正是你想得到的结果吗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 你 那个疯女人在干什么 学院之中没必要生死相伯伴 是 咱们遇上赤火学院 又不直接起厨了吧 嘿嘿 老大 英雄救美啊 行不行吗 你们走吧 我哥他已经睡了 不要打扰他休息 那打扰了 等他好一些 我再来知些 不用了 我们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竞争对手 对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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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扰